超过20公分长的空心铁棍 一半以上插进10岁女童的脑内 即便是看医院拍的X光照 画面还是超吓人 这起意外发生在大陆浙江嘉兴 大年初二 女童和家人逛百货公司时 华岛被铁棍插伤 第一时间女童因为疼痛哭喊 但没有失去意识 紧急送到上海新华医院抢救 经过两个小时的手术 捡回一命 同样是春节意外 广西桂林的游客就没那么幸运 眼看轿车慢慢沉入水中 岸边的人紧张到尖叫 因为还有七人困在车里 陆媒报道 坠入水中的轿车 原本在渡口等船 但倒车的时候 误把油门当刹车 结果斩辆车冲进水中 除了驾驶脱困 车上其他七人被救上岸时 都没了生命迹象 TVBS新闻 许昆山丽米珍 综合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 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